柯文哲被押的第九天了 这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深陷精华成案 台湾民意基金会在今天公布了最新民调 可以看到有四成的国人认为 柯案有获得法院公平审理 不过同时也有两成六认为是没有的 进一步分析只有两成九 大致上同意柯文哲的这个案件 是赖清德政府的政治迫害 但有高达五成五是不同意 这样的数字代表什么呢 是不是代表台湾主流民意 其实不认为柯文哲的精华成案 是赖清德政府的政治迫害之外 从年龄的分析也可以看得出来 在25到34岁之间的这些民众 一向被认为是柯文哲最坚强的支持者 但其中也有五成六 就不同意柯文哲的这个案件 是遭到政治迫害 好 因此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关注 在北检的最新进度 在金华成案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 昨天接受特定媒体的采访 高调解释保管箱和金流 那么检方不排除要二度 约谈他 那么就在今天 其实检连也有动作了 在今天早上会二度提训柯文哲到北检 最新的状况要连线给记者杨洁安 好 持续来带您关注金华成案 目前检方有最新的动作 就是民众党党主席 他在押第九天 今天上午也就是稍早的九点 被提训到了北检 好 这一回检方怎么会提训柯文哲呢 我们可以理解到其实在这一周的时候 可以发现检方动作频频 因为包括是微经集团创办人 沈青青 应小微 彭震生 他们陆陆续续在前几天都被提训 所以这一回检方来提训柯文哲 是不是要让他们之间的证捷来交叉比对 来咬出一些证据呢 另外提训柯文哲我们可以观察到 会不会和他的妻子陈佩琪有关系呢 因为可以理解到其实在昨天的时候 陈佩琪登上了特定媒体的专访来大谈柯家的金流 所以包括是他们家查扣到的保管箱 陈佩琪他直接说了 他其实有两个保管箱里面各放五十万五十万 虽然口上说是要给小朋友的生活集用金 但真的有这么单纯吗 这一百万会不会跟金华城案有关联呢 好 另外还有他自己说的这五年来 从2016年到2024年科家主要的五大金流 包括是自己的一些薪水还有柯文哲的稿费 甚至是妈妈留下来的钱 这些家家总总有1600多万 好 这1600多万难道就是检方正在追查的金流吗 好 还有针对他过去在ATM 平凡在两个时间点平凡提领共619万 好 这一点他似乎也还没有说清楚 而且另外呢他昨天也售出了商办的购买证明 一共4300万他在证明上面也有写了 总共有13个账户 好 这三个账户怎么来的到底是谁贿款的呢 也是检方接下来要追查的重点 所以现在检方不排除会约谈 陈佩奇第二度来说明 这一次的他的身份会是以证人的身份 还是会转为被告呢 好 目前检方是已经提讯了柯文哲 跟这件案件有没有关联 我们也会随时的为你掌握 好 以上就是在北京掌握的最新 把时间交换给彭内署播 好 我们看到检连加紧脚步进行侦办 除了提讯柯文哲之外 今天还传出廉政署又约谈了一名证人 到底情况如何 连线给记者彭新美 新美 好 主播各位观众 下一期的所在位置 在台北地检署持续的丹顶关系 现场的最新情况 可以看到北检外头 一早已经有警方是加派了警力之外 他们也把这个铁板护栏 全部都已经架设好 就是要为了防止冲突发生 但为什么会这么大阵仗 主要原因就是和柯文哲有关 因为今天是柯文哲积压的第九天 也是他二度被提讯来到北检 在早上九点零一分 已经坐了球车抵达了北检 在稍早的时候 和律师陆正义以及政生员 都已经来到了北检现身了 但是面对镜头 其实他们都是不发一语的快步 走上了二楼 要来全程陪同柯文哲来接受应讯 而除了柯文哲这个关注焦点 其实在昨天 柯文哲的夫人陈佩琪 也有来接受媒体专访 而我们就要透过手把 要带您来看到陈佩琪 是来说了什么 他们主要就是有针对 11号简林有查到银行 保管箱的这个部分 有来做出澄清 其实陈佩琪就有透露说 他坦诚共有两个保管箱 而且是各存了50万元 但说这些都是给儿女的费用 另外还有针对现在简林 一直在追的不明金流 陈佩琪又说 又列了五大笔的金流 一共是有1628万 但是说他说 都是已经向检方来交代清楚 而且这些钱 都是清清白白的来 但就在陈佩琪是接受媒体专访完 其实简林我们根据了解 他们是一路开会到了晚上八九点 都还在漏夜开会 是不是下一步就是在你约谈 陈佩琪呢 现在都是大家要关注的焦点 而今天除了有提讯柯文哲之外 今天连证署又在约谈了一名相关证人 而知名证人现在已经进到了连证署来接受训问 根据了解他是前台北市府里面的公务员 而现在可以说是简林的动作评评 而除了今天有提讯柯文哲之外 在昨天有提讯了台北市副市长 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而在下午又约谈了端木正 以及会计市事务所的一名代姓女员工 就可以看到现在解放不只在查金华城案 还一路查回了木可的金流 包含说政治现金风波假账的部分 全部都是持续的在密集的约谈 很有可能就是解放在怀疑说 柯文哲深陷的这么多起重大弊案里头 是不是这些金流都有错综复杂的可能 再加上今天有提讯了柯文哲 就是解放现在有掌握了一些关键证据 因此才会提讯他前来说明 但是下一步会约谈谁呢 我们持续守在北检要为您掌握 以上最新把新镜头交还给同内主播 好 来关注在北检的最新 检方持续侦办柯文哲多案 今天二次提讯了柯文哲到北检 简辩双方会有怎么样的交锋呢 连线主播张兆和 好 没有错 现在检方持续来侦办柯文哲的案件 就三个方向 包括了金华城的图利 不明金流的部分 以及所谓的政治现金部分 今天柯文哲是二度被提讯 这也彻底的打响 检方跟柯文哲的 征讯大战第二场 你看到这个画面 这是柯文哲大概九点多的时候 坐上第一班的球车 来到了台北地检署 对比上一次的模样 这一次感觉比较轻松一点 而且还跟法警还聊了天 聊了天之后 他露出了一抹微笑 这微笑代表什么 是胸有成竹 还是已经准备好了呢 另外你看到 这一次柯文哲 一样是欧印的方式 他的三名王牌律师 通通到场了 那到场之后呢 想必在这次开庭的过程当中 证券时间要问得非常的多 这三名律师的陪同 也是相当的重要 好 那今天关键在哪里呢 有两个可以观察 第一个是 柯文哲早上第一班球车 就被检方给叫来了 检方是不是有太多的疑问 太多的问题 想来问柯文哲呢 因为如果是第一班球车的话 他可以直接问到下午 都没有问题 上次是从下午问到了 傍晚五点多 所以这时间点或许会不够 尤其是你可以看到 这一周陆陆续续 我们看到了从 这个提讯的部分 证人的部分 检方的动作很多啊 提讯的部分 再压被告 沈静晶 彭震生 应小微 就只差一个吴顺民没有来 那他们陆陆续续 都已经到第二次 甚至到第三次的提讯 这么多的一个情况之下 是不是把他们的证词 拿来去咬柯文哲呢 尤其是针对于精华证图利 以及所谓的不法金流 这就是这礼拜要查的重点 这是所谓的提讯的 再压被告部分 好 另外一块 就是证人的部分 证人部分包括了 这个林周明 还有其他的等人 端木正 林青荣 尤其是我们说到 林周明的部分 昨天花了大概 六个小时的时间 林周明到底有没有 咬出什么关键试证 关键的公文给了检方 证明柯文哲 你图利的事实呢 所以今天为什么 一早就要把柯文哲叫来 关键就在于这个地方 包括了几大案的部分 全部都要把柯文哲问清楚 好 除了柯文哲之外 他的太太陈佩琪 会不会再问呢 今天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 答案是或许有可能的 因为陈佩琪 昨天召开了 这个相关的记者会之后 他把他的金流 重新再讲完整了 尤其是针对1628万 他说这是各种的款项 但是检方有没有看这场 记者会跟这场访谈 有啊 所以检方要戳的是说 陈佩琪你当时在 廉政筑讲的公词 跟你附训的公词 是不是跟你昨天讲的是一样的 那如果不一样 我是不是又有理由 来以证人的方式 听你来道来说明呢 是不是能够对于 这个柯文哲私家 私人账户部分 再做一次厘清 尤其是针对了 好 他里面有提到的是 当时有一笔款项是 柯文哲2018的结余款 这个结余款的部分 好 当时选举补助1800万 扣押房贷之后剩230万 这跟柯文哲当时的讲法不同啊 柯文哲当时的讲法不是说 我还因此亏了60万吗 那这笔账到底是怎么算的 到底是怎么样查的 好 或许检方会往这个地方来切入 或许会再来问讯陈佩琪 好 我们也会持续为你关注 在北景的最新情形 把先进头还给彭内主播 2600多万钱不知道去哪里了 政治评论员姚慧珍开炮 想知道钱到底去哪里 因为众望基金会账目不清 被怀疑会不会是柯文哲 另外一个小金库呢 众望基金会它是一个基金会 它跟民众党组织没有相关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回应 这种神也是你鬼也是你 其实让我们外界蛮难以理解的 还是回到最后那句话 公开透明 根据镜周刊爆料 2022年10月14号木可公司成立 4天后金华城取得建造 隔天马上动土 接着11月1号就出现柯文哲 USB里面记载了 小省1500省庆金 2号众望基金会也成立了 登记资产是1000万 因此遭到怀疑 难道是省庆金公关费论功行赏吗 再从众望基金会的经费预算表来看 2023年2024两年有加起来2700万的捐款 而业务支出高达2677万元 官网活动却只有四场 加上活动购买物资10万元的发票 看起来是相当粗略 外界更质疑基金会有没有依法申报 实际致电董事长李文宗以及董事蔡碧如 都没人回应 对此众望基金会表示 每一笔金额都有评有据 近期将召开董事会 依规定成交112年度财务给主管机关 而问题就出在这 因为根据财团法人法相关报表 要在5月就要承报 在年终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提报 上一个年度的工作报告 跟决算表 负责管下的北市社会局 没有证实只强调9月底前都能不见 网红四叉猫质疑民众党和基金会地址都在同一楼 质疑8月底检调搜索时 就是陈志涵老公徐府帮忙开门 针对陈志涵说两个单位没有相关很难服众 民众党则回应 徐府当时是拿着手机 看着基金会同人告诉他密码才能开门 更很酸 进出都用门禁卡拿来的钥匙 真已经流了这一把火越烧越晃 众网基金会要是没有好好说清楚 恐怕是柯文哲另外一个正义点 东三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道 你这个也在穿孔挂在脖子上 可以 他后面有孔 但是你要给我挂在脖子上 没有可能 好 时任台北市长柯文哲参访三创时 主动说要买东西 大手笔就花在3C商场里的随身碟 挂在脖子上你到哪里就插进去 用那个操作你资料全部 不见了怎么办 那一个不见了 那一定要备份的 每隔几段时间备份 这样1300元 不会 1300元不嫌贵 买下去尤其又能挂脖子太方便 确保重要资料不离身 柯文哲息日爱随身碟 身影历历在目 这次林传媒报道说 检调去调阅柯文哲夫妻 在第一银行的保管箱 让人好奇里面有什么 检调不只努力的查 还查到柯家人那里去 方案相关的硬碟还有一些可疑的文件 或者是一些假的证件等等 都会放在这一些保险箱里面 包含一些不法资金 检方透过凭证分析和金管会系统交叉比对 到银行调阅保管箱保险室租用记录 而且对象包含柯文哲三个儿女全都要查 神秘兮兮的随身碟以及保管箱 成为检调搜索关键 尤其银行的保管箱 不会出现在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平台上 金融联合征信中心也不会有记录 或许柯文哲就是看准这点 以为只有自己知道银行知道 没想到现在检方也知道 公开透明底下藏了多少的藏污纳垢 如果洗到国外去 那真的就是客家的海角恩益 这回检联从金流追到保管箱 和2008年查沉水扁摊案时 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外界都在等柯文哲金流案 结果是否会让人心碎满地 东盛新闻正中心综合报道 彭震生被羁押近见11天 遭到北检二度提讯 他露出神秘微笑 或许就是因为地检署有冷气 同一时间委任律师黄品松也现身 假设彭震生转为污点证人 攻出实情 金华城的弊案 案情就会明朗 就是代定豆浆 豆浆 这是他指定的吗 是是是是 那还有什么样的菜是不是 其他的菜没有 没有准备 没有 被检方接停三个小时 彭震生回到看守所 除了要律师帮忙买日用品 还要喝豆浆 另外检方12号再次传唤柯市府官员 局长不好意思 今天怎么会来北检 是那个针对金华城案还是什么案子 传你来作证吗 时任独发局长林中明 从上午10点开始接受检方训问 超过六个小时 检方一字一句都得问清楚 因为林中明在金华城 争取超过百分之五百六的龙击率时 他曾经提醒柯文哲 如果要按照应小为的意思走 放水的话 恐怕会涉及徒利罪 因此检方要厘清 柯文哲是不是早就知道 容积奖力过高 却执意为之 柯市府第一个副市长林清荣 当时就反对金华城容积案 而台北市前副秘书长李德权 也曾经在公文里面批注 提醒柯文哲 容积奖率有事法性的问题 至于都委会直觅少秀佩 率先向检方坦承 金华城不是都根区 确实是透过变形的手法 取得容积奖励 检方在找来前都发局 副总工程司袁卢宜 这些人的共同点 全都是柯文哲的下属 同样都提醒过柯文哲 金华城恐怕有徒利问题 柯文哲向检察官放话 在他羁押两个月期间 穷尽一切调查义务 如今北检拼密查 再度约谈相关的证人 还有被告 紧追着柯文哲一句 不知道 东森新闻赵一姐 温彦君SNG小组台北报道 针对金华城案 检方要来把握柯文哲 被羁押的两个月 全力追出金流 而现在根据林传媒的最新报道 简连亲自来到了银行 要清查柯文哲夫妻俩的保险箱 目前检方最新的侦办进度 交给记者赵一琴 金华城闭案的第一手消息 昨天检方上午事先 借提了威京集团的主席 沈庆金 下午再借提台北市议员 印小维 主要要厘清两个人之间的 对价关系 因为当时呢 沈庆金是给了 一笔4740万 给了印小维 那印小维之后呢 拿这批款项 转去他个人私用之外 还有拿去呢 他比较熟悉的民间团体 因此呢 现在简连就查出了 其中有一笔1500万的金流 现在是去向不明的 那么这个1500万呢 或许大家听起来也很不陌生 因为当时呢简连就在 柯文哲的住家里面 搜出了一个USB 里头记载了 小省1500省庆金 那么这个1500万 跟1500有关心吗 现在就是简连 他们下一步全力要追查 柯文哲家的金流 包含了柯文哲的夫人 陈佩奇 柯文哲 还有柯文哲的三名子女 以及柯家的亲友等等的呢 他们是否有私下 向银行去租用保险箱 或是保险室 那如果有的话呢 您面存放的珠宝 柯家证券或是现金 这个现金的金流来向 又是什么呢 是不是跟现在消失的 1500万有关联 现在就是简连 全力追查的下一步 那么今天今天上午的时候呢 台北低检署预计 会再借题台北 签台北市的副市长彭震生 要继续要来厘清 究竟沈庆金 应小为彭震生 他们之间的对价关系 还有图力的部分 那么除此之外呢 柯文哲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弊案 就是我们来看到的是 雨果市长案 因为在柯文哲 金华城弊案爆发之后呢 现在有多名的台北市议员 他们是指控了 柯文哲他涉嫌图立了中华工程 事实上这个中华工程 也是威京集团旗下的 那当时呢 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他是爆料了 认为呢 事实上中华工程 就是跟柯市府官商勾结 而台北市议员游淑惠呢 是认为说以柯市府他们花了125亿 盖个烂尾楼 难道没有违法吗 另外杨枝董也是说了 针对弊案会继续追查 至于检书培呢 他认为整个雨果市场呢 就是剪相发包 换个方式 图力中华工程 那当然对威京集团旗下的 中华工程来讲呢 绝对很不服 所以现在中华工程 已经要提告议员了 而今天上午呢 议员们也再次被检察官 传唤来针对这个部分呢 进行做笔录的部分 那么待会呢 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还有杨枝董 他们在8点50分的时候 会到达台北地检署 他们将针对了 雨果市场其中的弊案 他们知道的部分呢 进行爆料 而待会在台北地检署 最近消息 在持续为您掌握主播 各位网红朋友们 有什么事情 等老子把人救出来 再让我啦 老子现在没空 馆长直播飙脏话 因为要救的就是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这番言论立刻引发 网路热议 笑说这是捷御预告吗 民众党地方党部 也有类似说法 另一方面也包下 游览车号召全台小草北上 参加街头开讲 声援柯文哲 不断煽动支持者情绪 也让民众党前秘书长 谢立功批评 不应该像义和团一样 这样只是在同温层取暖 我能呼吁说 就是我们的群众 一定要自我克制 多人表达诉求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到 不需要有过期的反应 这跟一般有什么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的 我们只是要求他 释放公平对待 支持者情绪激动 强搭着游览车北上 只是每个人 要先缴500元保证金 也让外界好奇 只要一有机会 就要再度收割小草吗 倒是小草们要想想 民众党的做法 是不是只顾自己 有点自私呢 选前把小草动员来支持 让整个民众党的选票 这个补助款增加 接我去滥用 选后又要动员小草 去声援柯文哲 为了帮他洗白 小草彻彻底紧被工具化 民众党街头开讲 首场选在济南路 距离柯文哲各种争议 不管是4300万商败 1.2亿豪宅都很近 对比行动声援柯文哲 恐怕还是有点讽刺 东森新闻正中心综合报道